杜兰特与剑板侠高强度对线两小时 连发十条推特后 结果直接卸载软件 还表示 推特把我的历史地位全部给毁掉了 嘿大家好 我是胡砍球 今天我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杜小帅与网友的对线内容 美国时间周日凌晨 大多数人还在睡闷之中 小帅已经早早洗漱起床 并在推特中呢 与网友高强度的对线两小时 期间他连续发了十几条文 来回对网友 到最后破防后 直言要卸载推特 回顾小帅投底已经过去了六年的时间 但这个话题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弹子 一位网友表示 杜兰特毫无疑问 这是你干的好事 从你家门勇士那一刻起 整个连门都变得糟糕透懒 面对提问小帅直接反问 我真的毁掉比赛了吗 当然小帅这里的毁掉比赛 并非表面的含义 这个词最早被勇士前主教 马克杰克逊 用来赞赏库里无限的进攻表现 直当网友想要继续提出疑问时 阿渡回复道 你觉得我的历史地位因此降低了 但我现在正是因为我家门勇士 才能拥有如今的历史地位 另一位网友表示 从球迷的角度来看 在你输给勇士后 加入库里的球队就是无能的表现 然后上赛季 你和欧文被凯尔特人狠扫了 这就是无能的体现 你有着很出色的天赋 但你的天赋并没有一直用在比赛上 面对网友的指责 小帅轻描淡写的回力去 没关系 享受你的观点吧 我的朋友 我根本不生气 而另一位网友的言论更加的激烈 哎兄弟 面对现实吧 人们不希望你能成功 只要你不在那种 会被三人包夹的球队 你就会毁了全联门 对此阿渡回复道 我想让网络中的人意识到 他们只是眼红 但承认我过得好 会让他们不开心的 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承认 不过让他们接受这一点 还是很有意思的 另一位网友则是将KD 投敌勇士的行为 以做乔丹家门活在 不管你如何描述加入药士 在大多数的乔丹的眼中 就是懦弱的表现 类似的事情 就好比乔丹被活塞打败后 加入活塞 很不幸你永远能做到那个 小帅则恢复道 所以我现在是乔丹了 这也不是一个糟糕的对比 谢谢你 对于阿渡的狡辩 网友很快急于了回忌 你不是再被比作乔丹 他永远不会加入一支 打败他的队伍 他的好胜心 也会证明自己才是最强的 他不会允许自己打不过就加入 小帅这回直接搬出来 前面网友的说法来回复 刚刚有人把我和乔丹做了比较 你去和他说吧 对于阿渡打太极般的回应 一些网友忍不住说 你这家伙能不能把嘴闭上 对此阿渡轻轻回了句 那你屏蔽我吧 最后小帅似乎厌倦了与网友的对线 他表示我要把推特给卸载掉 明天我就设置个定时器 他会记录我巨蟹在推特还有多久 推特一直在摧毁我的历史地位 不过小帅并未动手 而是在20分钟之后删掉了这段话 但是还是被眼尖的媒体拍了下来 看了卸载推特 只是破防后的随口一说 满肚子牢骚的他 还要留着推特随时与网友对线呢 作为NBA最著名的键盘侠 杜小帅呢 没少因为网络言论得罪人 雷霆和勇士的前队友 几乎都被他得罪了个遍 就算他的嘴没得罪整个联盟 也要有半个联盟 其中最出名的一次 要说2017年的小号事件 此时的小帅已经在勇士阵中 他正在推特回答球迷的问题 有人问他为什么离开雷霆 KB原计划是要用小号 担任第三方的辩护角色 但在操作中呢 却忘记了切换账号 结果回复的消息全在大号上显示 让大家都看到杜兰特对雷霆的真实想法 想象一样 你把威少从阵营中拿走 看看他们有多差劲 杜兰特不能和这些菜鸡们一起夺冠 杜兰特还曾坦言 他就是不喜欢雷霆 不喜欢为球队主教多诺万打球 那套阵容不行 只有他和威少刚在小帅回复完 才发现自己忘记切小号了 虽说他立即删掉了之前的回复 但还是被球迷和媒体保留了证据 到现在杜兰特还持有几个小号 用来带节奏 KD曾表示 自己注册了五个小号 专门用来和网友兑现护盘 而在离开勇士后 小帅又得罪了勇士和库里 2021年4月 网友发现 小帅点赞了一条骂库里的文章 内容如下 KD在这几年比库里一号 每个人都知道呀 别再试图欺骗自己了 那个库里需要另一个MVP和三个全明星队友 才能夺冠 真的太拉快了 不仅如此 小帅还曾表示 当初我家门荆州时 勇士还是一只弱驴 没有我 勇士不可能拿到两座总冠军 但令阿渡尴尬的是 格林公事在上赛季反美闭环 在他来之前 勇士就是冠军球队 在他走之后 勇士还是冠军球队 而他自己连分区决赛都没能挺进 即便没和他做过队友的修行 小帅也没少得队 2014年马次夺冠 小卡获得FMVP KD表示 伦纳德就是这样打球的 他只是一名体系球员而已 把乔治放在马次一样能赢 但在2019年 伦纳德率领猛龙 击败了拥有KD的勇士 小卡再次拿下了FMVP 狠狠打了小帅的脸 我每天会用五个小号 花费六个小时与黑粉对线 我享受这一切 盘点杜小帅的嘴炮瞬间 其实小帅的嘴炮不仅体现在NBA中 在2017年 他的一番言论 还让他舍怒了印度人 那年夏天 他前往印度参加活动 之后在采访中 公开吐槽印度落后 随即就遭到印度网友的攻击 阿渡是这样说的 印度是一个在知识和经验上 都要落后20年的国家 你能看到猴子到处跑 几百个人挤在路边 还有很多车在跑 却没人管他们违章的行为 此言一出 NBA高层不得不出面向印度道歉 据称的因为阿渡的言论 导致NBA损失了数亿美道 在印度的时长的营收大幅度下降 而KD为何这般忠于与网友互喷的 作为NBA超级巨星和身价过亿的富豪 小帅完全可以无视网络中的平台 那为何他要做一名键盘侠呢 某次在接受飞猪的采访时 阿渡表示 我很享受和球迷互动的感觉 以前的我感觉他们是在针对我 但现在我才意识到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 他们和我互动 只是为了博得一小点的关注 在现在的媒体面前呢 你根本无所遁形 我能做到的就是去适应这一点 而在另一次采访中 KD更是表示 我会用五个小号 每天花费六个小时 去和黑粉高强度的兑现 我享受这一切 这很有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已经注册了五个小号 并且每天用六个小时 和这些家伙较量 有媒体表示 是因为在球场上的不成功 才导致他如此敏感 对球迷在网络的言论格外在乎 在加盟勇士前 虽说小帅赢得了MVP与得分王 但在库里与詹姆斯的面前 他却很难拿下总冠军 于是在2016年季后赛富于勇士后 他做出了投敌行为 在勇士实现冠军闷后 小帅本以为自己终于证明了自己 但外界对他的质疑却并未减少 正如追闷所言 在你来之前 勇士就已经是一支冠军球队了 你只不过是勇士的雇佣兵 库里才是球队的老大 此外在杜兰特连续两次击败詹姆斯后 外界依旧认为詹姆斯才是最强的内感 这更是让内心敏感的小帅破防 这也是他公开点滴库里 并表示自己已经超越詹姆斯的原因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胡砍球 关注我带大家持续砍球 我们下期再见